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边最主要的还是讲这个 整个就是大象是在这边 我们还是在这个四名题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四名题最主要的 在这个四名的部分来讲 就是有这个整个先解释这个本 这个本就是我们威魔学最重要的 整个重点就是路伯尔法门 所以这个路伯尔法门按照我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讲这六项 我们讲到第五点 大小圣到底对于不二伯尔法门 这两个这个重点的差异不是讨论 那我们这个 因为整个来讲就是先讲大圣 有关于伯尔法门的所谓相同的地方 这个跟龙树菩萨 因为龙树菩萨也有八部 八主的伯尔 我们所说因为不二就是 按照我讲也是牵涉到离边直 有无生灭长断意义的这些各种边直 所以按照我讲大家可以了解 同样都是牵涉这个 路伯尔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二还有不二 你要如实知什么是二 你要如实知这个生灭 按照我讲是不灵 而且是在生灭不灵的当下 离开生没有灭 这个讲到谁的路伯尔来讲 就是这个二的差别 要如实的知道它无差别 这个是叫做路伯尔 那我们这个讲到这个谁的 这个 我们这个跟龙树菩萨的部分来讲 这个是 一个是从二 这个跟不二 来讨论 那一个是正观跟邪观 那后面的是讲到那个 生文圣 这个有没有路伯尔 这个其中大师 按照我讲是认为多分说没有 按照我们讲是多分说没有 因为这个不二是空有 空观跟友观 同时进行相极的问题 空就是我们所说的烦恼去菩提 这个贪生之气是菩提 这样子是进行这个空有二观的 这个谁的 我们是无差别观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二圣 是比较多分不讲这个 谁的无差别观 那我们这个讲到那个 我们关于这个谁的 陈时论 陈时论是站在这个谁的 按照我讲比较去 他的一些文字 就是比较涉及到这个法空的问题 那大圣比较多说法空 所以来到中国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别人都认为他是大圣 因为这个陈时论就是成就这个谁的真实 分析成就这个真实 所以这个为什么讲我们这个陈时论 按照刚进 刚来我们的中国 都比较方待大圣 到最后来讲是把 知道这本论典是比较讲的是声文 所以还是入到这个声文圣的论典 那我们这有关于 也是有关于陈时论的问题 这个陈时论按照我讲 那个 因为按照我讲 因为当时认为他有这个 叹大事小 当时认为陈时论有这样子的 位于这样子的地位 所以当时在中国 陈时论进来的时候 几乎很多的般若的学者 因为那时候 朱摩罗斯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兴盛 但是陈时论之后 几乎都改到这个 转到这个研究陈时论 所以这个是认为是他有 因为他有 法空 里面有韩瑞 韩瑟法空 他这个法空 按照比较随于 声文圣的法空 不是大圣的法空 所以就讲到他 他认为有这样子的 贪大事小 所以他认为大小坚明 但到最后我们讲还是偏重灾 声文圣 他的问题来讲就是 他认为这个 他认为这个讲到有关于这个 有关于这个 荷里士翻译这个陈时论 荷里士造陈时论者 所以这个来讲 他本身就是 就讲这个 他是属于 解释声文的论点 所以他 因为在中国认为他 他属于 他属于 贪大事小 所以这部论点 变成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所说的 到底这边来讲 小圣之中只有无相 小圣之中 小圣的无相是讲三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这个 欺甲贪大而四小 对于这个 陈时论者有贪大而四小 在做一些讨论 就是在从家讨论 到底大圣有 就是大圣的论点 有兼四小 还是小论的 小圣的论点 有兼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附带这个谁的 解释大圣 到底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陈时论 到底是 因为他 按照我讲 他有大小圣 那时候都认为 他站在大小圣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有这个谁的 就是按照我讲 就是按照我讲 有从小到大的味道 按照这个 如果是大圣 大圣的论点是小 如果是按照我讲 大圣的论点是解释 有兼于附带这个解释 身为圣 按照他在这个标题上 或是在这个续论里面不应该讲 不应该像这个 照这个 这个陈时论的论者 他在序言里面 就是前言里面 就认为 就已经说 已经声明 这部论是解释身为圣的论点 所以应该是 如果他是大圣的论点 应该在这个 序言里面就应该表 他这个是完全 是属于解释大圣的论点 不能 不可以说 他这本是解释身为圣的论点 如果是小圣的论点 兼附带兼解释大圣 按照我讲是不大可能 因为小圣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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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讲是 只有大圣含圣 身为圣 身为圣不可能含 包含大圣 所以小圣的论点 所以小圣的论点 可以解释大圣 是不大可能 所以按照我讲 再这样子来书名 应该是属于身为圣的论点 如果是身为圣的论点 因为当时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实在是非常流行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所盛传 真的是非常流行 那时候很多的研究 研究所谓的波论论点 都给我们所 都转到这个研究神识论点 这个我们《解草法》是怎么谈 怎么回答 《全法浮情》 《物皆益受》 因为他认为《成世论》 按照我讲 跟波乐来比起来 他真的是比较浅 因为波乐实在是 真的是蛮难了解的 因为大家如果去念大波论论 或是大平均论 真的不是那么好了解 所以《浅法浮情》 浮情就是比较符合大众 所以我们大众比较能够接受 《正言赤凡》 《正言赤凡》就是讲到谁的 《正言赤凡》 因为是讲波乐讲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实在是 不符合世间的元素 所以为什么讲赤凡 是要信受的人真的是不多 另外一个问 这个《成世论》 这个《成世论》 如果是小 就是如果是属于小圣 为什么我们梁武帝会转 因为他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梁武帝改去研究《成世论》 所以为什么会学习去研究他 所以他也讲到 因为当时来到这边 这个谁的 真的是把他放到大圣 所以梁武帝就开始 因为一本论典进来 大家都非常非常地好奇 所以这讲到梁武帝 初学《成世论》的时候 到最后还是 是我们所说的放弃 所以后遂弹赐 所以他在《著大品星》的序言里面 有提到 他认为诚实 不是大圣 《成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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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只是用来贬折这个神的神文 Sek 所以他认为这个玻瑞 跟鯨鸣 是还没有到华华 因为华华是圆满宗教 谁无意穷之凡走于宅中 无意就是讲那个 因为波乐按照我讲 波乐在大师来讲 是按照讲那个 他也是按照如果你真的了解大圣的话 他也是了意 只是他非常难懂 很难了解 所以你不了解的话 穷子凡走于宅中 穷子凡走于宅中 就是讲到三界火宅 因为三界火宅 在长者的大小中 孩子都在污宅里面游戏 这个时候忽然发生火灾 所以这个时候长者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失色了所谓的山车 这三种车子更好玩 所以小朋友听到更好玩的东西 赶快跑出去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所以因为这个讲 返走于宅中 因为整个就是 因为他是按照我来讲 他是谁究竟 圣 你认为波勒不是净民 因为净民也是属于波勒的系统 这两个 只是净民经比较 对二圣比较强烈的质责 波勒比较不强 没有强烈的质责 因为对于二圣来讲 他还蛮温和派的 这个就比较激烈派 是蛮强烈的质责 二圣的缺吃 所以按照讲那个 无意穷子返走 就是讲到 因为这个讲穷子要 赶快处理到三界火宅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晓得 这个波勒是圆满教 就变成这个谁的 按照来讲就变成 所以回到这个三界 三界来 独老 这个眼至于道上 法水所以大悲 行山所以流动 这个独老眼至于道上 这个按照来讲是我们 所以讲到谁的 因为三界火宅 那个小朋友 就是他小朋友 三种类的儿子们 然后当着私设三车 共好玩的在物宅外面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小朋友就出去 所以如果是 这个三车注意就是大胜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他们出去这个时候 长着在非常空 就是讲非常空的道路上 开始应接他们 这个时候 然后开始 因为这个时候三车并没有 在道路并没有在道路上 就是讲为什么讲空 空的四面八方的道路上 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 医者这个人 才给他们最好的车子 这讲独老就是他的这个 长着 变成 就是没有办法等待他的小朋友 发水所以大悲 发水所以大悲 是我们bn 波勒 就是大盛的教法 行山所以流動 所以講到誰的 我們這個 法水因為灌溉之後 我們這個誰的 我們這個行山就是我們 比如說建立這個誰的 因為有灌溉之後 高山才會聳立 比較茂盛 所以講到這個 按照這個比較大的大菩提 有關於梁武帝 當時因為陳時論來 所以這個時候幾乎很多人都去改 改轉到這個研究陳時論 梁武帝也是 所以這個時候為什麼他 因為他本身當時波勒 寂摩爾史先來翻譯 所以非常非常的 那時候 就是波勒 寂摩爾史翻譯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流行 後來陳時論來之後 幾乎很多人都改去研究陳時 所以為什麼梁武帝也會學習到陳時論 所以梁武帝初學陳時 所以那個匹檀 所以文這個色善 這個是我們三論中的 從法朗 從法朗 從這個真朗 一直到 吉祥法師的老師是法朗 然後再傳給吉祥 然後吉祥之後就斷了 所以他善絕三論 所以妙達大赦 所以就講到誰的 這個 我們梁武帝就派了誰的 他的這個 就是 那時候的 佛學的這些 修學者 這些的法師 去學習三論 所以這個時候傳授教導梁武帝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改學 回過頭來再學波瑞 因為梁武帝 當時陳時論非常非常流行 這是梁武帝 為什麼到最後會轉 就是講從學習陳時再轉回來 另外也是去設到 這個也是去設當時 當時對陳時論的這個 學習之後又回到大聖 這邊有一個文宣王 博社內外 博社內點跟外點 因為當時的 不管是波瑞非常的 佛教也很流行 因為當時 我們南北朝的時候佛教很流行 另外我們 我們本身的儒家也非常流行 所以內外是學 所以經歷結通 這個有一個會 常立會日游飛 這個是講他 文宣王 這個時候他對於 詹宏這個誠實的人 所以開始 他也有覺醒到這一點 他認為也是障礙大勝 所以他對這個陳時論 有所作善感 所以他按照而講 是當時著作陳時論的蠻多的 所以這要了解到 當時非常流行 到我們現在就越來越不流行 因為他是隨身問聖典 我們現在比較不流行 研究陳時 那他也對於誰的 那個陳時微小 三論是大 兩教分流 如果是陳時是身為勝 三論是打勝 難道不能這派學習身為勝 這派學習打勝 兩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 為什麼 就是講到誰的 學習身為勝就好好去學習身為勝 學習大勝就好好去學習大勝 兩個取手不行嗎 所以幹嘛要赤捨這個陳時論 學習陳時論者 因為當時非常非常流行研究陳時論者 所以講到為什麼會 就是有些學者會去破陳時論 這個是為什麼要去斥責陳時論 因為如果你不講陳… 就是你不聲明陳時論是身為勝的論點的話 會以為他是大勝 因為法空 到底… 因為陳時的法空不是我們這邊剝裂的真正的法空 這個為什麼會斥責陳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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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講佛 就是推到這個佛為什麼要宣說大勝 為什麼要宣說佛法 是原佛心是本為大勝 是因為本來佛按照而講 就是要宣說大勝 現在變成完全 只有研究陳時 只有研究生文論點 到最後變成我們所說的 誤解佛的真實意 佛的真實的本懷 為什麼就是講但根氣未堪 為什麼佛在印度會講阿韓 是因為根氣不夠 所以才會宣說身為勝 雖負縮小 但到最後在滑滑的期間 還是把它拉回到大勝 不是我們所說的方等教 都是在拉回重新跪回到大勝 所以講一講 所以說小孩是在詮釋大勝 而寶石之徒 寶石之徒的部分來講就是 陳時論者還是 因為他完全解釋身為勝 所以變成說更堅固身為勝 所以變成說手指望月 手指望月就是手 堅守這個指頭 因為我們手指本來就要指這個月亮 但是很多人就還是 這個我們所說的 執著這個手指 看不到月亮 所以守住這個 執著這個所謂的手指 和望月亮 宗子大勝 所以講到完全是兼顧小勝 沒辦法進求到大勝 是望月 是保小巨大 所以這個到 因為為什麼會保小巨大 在我們華爾津也有 華爾津這個所謂的 在我們方便品 這個時候好多的 應該是在出品的時候 這個 有非常多的聲紋是離開 離開了 所以為什麼會講保小巨大 如五百步 所以聞這個必盡空 這個如刀傷心 因為就是講到 所以如果你根據不夠的話 比如說我們對世間人 講這個一切法空 他怎麼可能聽得下去 都空的話 連這個時候的一切都是空的話 那人生多沒意識 所以聞必盡空 如刀傷悅 尤其是官二代 富二代 我們什麼都空的話 那還要 所以他們沒辦法接受 不是說我們這個 一輩子都在工作 工作之後都是空 那怎麼還得了 所以為什麼講如刀是個傷心 就像刀刺刺刀心 非常非常的難受 所以這個講到那個 勢於龍樹魄比小巫 另去大勝 因為這個為什麼我們龍樹菩薩一定要再解釋空欲 因為這個空欲不是我們所了解的 這個空無的斷滅的那種空無 所以講到那個空 按照我而講的是 剝勒的這個 無障礙的那種空 如虛空的那種空 所以如果不割折他們的話 變成他們一直在堅守身為聖 堅守身為聖 到之後就會變成 這個誰的 就是他到之後還就會入這個 這個無欲慮盤 無欲慮盤 無欲慮盤在我們 在我們這個 這個 微末絕是斥責的 這個 苛責的非常嚴重 這個叫做 揮聲滅製 沒有完全沒有佛種 如果不苛責的話 變為本事 因為本事是佛的 這個佛力士要救度眾生成佛 佛樂 所以必如智子 用這個譜譽來說 智子就是非常年幼的小朋友 所以他對世間 按照來講是他的這個 這個智慧不夠 取捨骨目之 與內以口 這是講到誰的 他是把這個誰的 按照來講他是把那個 因為本來講 應該是把一個木頭當成骨頭 把他放到這個嘴巴來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我們這個講 因為舌骨的部分來講 是骨頭 所以變成就是講的 把木頭當成骨頭 把他吃 放在嘴巴來咬 這個時候我父母看到的時候 因為認識不夠 如果是父母看到的話 當然是一咬進去 有時候生命都 傷害我們小孩子的生命 所以孔危其患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 因為咬 如果你咬進去的時候 開始咬 所以我們加以這個 所謂的一些的 這個禁忌的 所謂的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非常非常 做一些處理 手周頭 右手調出 這個是講 這個時候趕快進行 這個臨時的救治 救度 所以假使血流忠不捨自 在救度的過程難免發生 比如說有時候開刀 因為把喉嚨也卡住了 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即使開刀 都還是 還是 還是 就講到 加使血流忠不捨自 是 四一破病 四一破病就是講 這個時候我們因為講 那個 一 這個 講那個 一 一一不一一 一 那個 一了一不一不了一 一智不一事 這些 這些的這個 四一來破 這個 因為我們講到 誰的 我們眾生認識不夠 認識不清楚 所以變成要 這個 佛立這個四種規定 四種規定來 破除我們這些 不正確的一些觀點 其餘類然 所以為什麼 這個 為什麼要 我們的龍樹菩薩會 來 喝者 生 這個 我們所說的 這個 對這個堅固 這個二聖 解脫的這個 無一涅槃 就是講到 只求這個解脫 或是 只求這個 這個是講到 就是他的這個 只放在 他的目標只放在解脫 沒有這個 所謂的 回歸到 大菩提 所以我們菩薩 一定會 比如說我們這個 《法華經》也是 為什麼《法華經》會宣說 因為如果他不宣說的話 不生命的話 很多人都會錄到 烏裕涅槃 這個時候全部都 到最後沒有菩薩 到時候沒有達聖 因為 整個就是 真的會佛教滅亡 因為 只有菩薩才會有大聖 大聖會還是會流傳佛教 因為聖文是不負責流傳佛法 另外一個問題 是講那個誠實為小 三論是大 另外還有 這兩教一起走為什麼不行 有這個 諸方等叫聖會聲文 以止曉聖多好放大 這個如其放大則永莫無間 諸方等聖會聲文 比如說 還有這個 微魔學這兩部 這兩部經 比較 在文字上比較嚴重的 斥責聲文社 這個 這個以止曉聖多好放大 這個要回歸到我們佛教歷史 因為當時有流行這個大聖非佛術 這個是非常 這個還蠻嚴重的 大聖非佛術 這個最好大家不要 這個最好大家不要 按照來講這個 幫大聖在我們 法華軍有講 非常 果報很嚴重 我們都不要 我們 我們不是 憎悟者 最好也不要幫小聖 因為你要修學到出國二國三國四國都很不容易 但另外還有講到涅槃經 這個講菩薩從出法興起大誓願 令我不畏二聖道國 如戒命者不畏舍聖 這個是大聖經典幾乎都強調這個 博二經也蠻強調的 因為是講 這個大聖 如果是你大聖 你是大聖得根氣的話 開始出法興就是 一定發願 上求菩提下化眾聖 發菩提心 因為這是大聖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基礎發菩提心 因為你有發菩提心 你絕對會入到大聖 就是講那個發菩提心 所以大聖是講發菩提心 所以為什麼要不畏二聖道國 因為二聖他比較強調解脫 因為你就是我們在三界裡面修習實在是高難度 如果以我們身文聖來講 身文聖有時候根氣好的話 如果說你的資量很夠 而且又跟佛出世 在佛的 就是我們釋迦佛那個時候出世 你可能就得出果二果三果都有可能 按照我講是他的 他學習如果說你精進用的話 很容易解脫 所以他按照我講解脫 但大聖就不一樣 大聖除了解脫之後 還要釋求佛的大智慧 這個是要非常非常的 我們所謂的 他學習的期間比較長 而且要斷很多的煩惱障所知是很不容易 又要來世間度化總生更不容易 所以按照我講很容易 這種不容易超難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二聖直接就進入無意涅槃了 所以二聖的這個解脫果 對菩薩有時候是一個 因為菩薩度眾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 比如說瑟利佛 在我們大字論有講 瑟利佛有時候講 就講那個 很多的故事 不是 在我們大字論有講 瑟利佛有些人來講 要求瑟利佛 不是想拿一個眼睛讓他 對治他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二規道 又講說一隻眼睛不夠 要活的眼睛 所以瑟利佛一聽到馬上就退了 所以這會講到這個 對於菩薩來講 解脫是一個很 本身就是要求解脫 趕快解脫 所以二聖的解脫果 對大聖是很誘惑的 所以為什麼講 不會二聖道果 在我們 在我們《波瑞經》也是強調 不入十祭 因為十祭就是入無依涅槃 不正道果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 這條飛在我們大聖裡面很強調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度化眾生是很難 很高難度的一個 一個像世群 如果賤命者不畏捨身 另外講那個《波瑞經》 名《毫貴長》 就是長者 這個屁大聖人 也就是長 我們是長三界火宅的大長者 就是 他本身來講的就是 譬喻就是佛陀 另外講那個 這個是講窮子慾 因為這個長者 佛陀 因為這個時候 他的年紀很大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很早的時刻 他的小朋友不見了 這個時候 就想把他找回來 所以看到他的兒子在外 按照的講是 一直因為非常貧窮 然後走到他的市區 這個時候 這個長者看到了 就是他的兒子 就是假窮子 但是馬上這個長者 馬上告訴他 這個就是 他是他的兒子 這個窮子根本不相信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就 把他歸到他的 這個 就想把他 先進入到這個 這個長者的 這個 就是他的家裡 叫他去 做清掃的工作 叫除混 當然是講到 除憤就是講 一混是講煩惱 所以講到誰的除憤就是 講出這個煩惱障 所以這個暗示就是 所謂聲文聖 小聖的叫法 另外是 那個大品經裡面 有講那個 譬如吃大 譬如吃大的部分來講 吃就是無明 對大聖完全不了解 對大聖完全不了解 不從大家求食 對大聖不了解 所以變成 比如說 對大聖不了解 所以你變成說 你的解脫變成 從小聖 求之於小聖 所以不會求之於大聖 所以不從大 因為就是不小的大聖 也有解脫到 所以他不從大聖來求食 這個反救作物者所 這個是按照我講 就是講那個 這個作物者是 因為作物者是講那個 這個窮子在儲混的意思 因為當時的儲混是 按照我講是有很多的清潔工的 這個 那個 屬於這個誰的 就是他們 我們所說的 因為長者的家譜很多 分類很多 屬於身為聖類的 按照我講 這個講到 因為他還要在 就是作物就是處憤的 也處煩惱 所以是講到 大家是講大聖教 吃大就是講 完全是他不從 不從大聖的解脫到求 反而是從生文聖的解脫到求 就是講學小聖的 所以作物者反為奴客 因為是講到 這個長者的家有 有屬於處憤的這些員工 所以是講到這個家譜 所以作物者是屬於奴客 就是講奴人 仆人的意思 是屬於生文聖 所以不從大家求 就不學這個大聖 求佛道 就是反而學生文聖 所以 所以 抑正法聖 所以如果是 就是講到那個 求這個生文聖 生文聖當然沒有正法聖 但是講到那個 如果是你要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大小聖都有 大小聖都有的話 你求大聖的 上佛佛地道 如果你還是 一直都在用這個阿涵的教育 來解釋大聖 可能是沒有辦法做到這個 可以正法聖 因為現在很多人 還是用 生文聖的阿涵的教練來解釋大聖 還是不少 所以要這樣子阿涵的部分來講 解釋大聖 你要正這個大菩提是不大可能 這個盧斯等教親自的聖科 其實聖科是我們 按照而講是在 那個 十一範年所謂金釉 還有唯摩訣 因為他是屬於文字比較尖銳 柏勒真的是溫和派 他比較不會使用這麼尖銳的文字 華華 華華是聲明說 小聖是方便 全說 這完全就已經聲明了 只有大聖才是真實佛教 喝者的部分來講 我們榮樹菩薩也有 所以菩薩 我們這些大菩薩來喝者 解釋這個般若的空欲 十一初四 十一初四 就剛剛所說的 這個要 四種規定 讓大家能夠了解這個 要學習真實教法 所以照這個大聖論 來聲明這個 因為這是講 為什麼我們這個 榮樹菩薩會出來 這個聲明佛子 佛子就是 讓我們所有的眾生都回歸到這個大聖 都可以做這個成就佛果 所以反覆排斥 何所一也 所以關於這個 斥責 這個堅持聲聞盛者 在經典裡面都有 就是按照來講 是講那個 十一凡年所謂性跟唯摩訣 因為它這個文字比較好 按照來講是比較有出現 我們再回到最後一項 考同意 這個同意按照來講是對於 講這個不二的內容的一些的討論 這個一中以聖壇不二 這邊來講就是指出不二是重點 這個 我也想不二是何等法 何等法就是不二到底是什麼內容 所以開始要講什麼叫不二 所以這個講到不二法門 就指的是正地的地理 這個是誠實論 所說的 這個要討論一下 因為誠實論如果沒有不二法門 這個按照有些是 這個時候應該是 有些的論師 認為誠實論是帶有大聖 所以他認為誠實論也有不二法門 應該從這邊來講 不然的話 誠實論如果是聲聞盛 怎麼可能有不二法門 因為當時太多人誠實論 認為是大聖的論點 所以不二法門屬於真地 有些是講不二法門是 實相般若 如果是實相般若的話 也是屬於真地的地理 因為實相是真地的地理 能生般若 誰叫做般若 這是大制度認所立 這個字 這個就是還要討論一下 般若反而寒色不寒色 因為他是講實相般若 這個實相般若 到底有沒有寒實相 因為你講實相般若 有寒色實相還是 有寒實相的心 因為般若是講心 實相是講無微 無微 到底兩個有寒 還是只寒實相 還是寒實相 還是寒實相 所以這個 這個會討論這個 就是 柏爾法門到底 講的實相 是講兩個都有 還是著重在實相 還是著重在波若 這個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邊會討論 我們沮喪法師會提出這一點 另外的是講 另外的是講 柏爾法門是阿賴耶誓 此云不夠誓 這個是地論詩 因為地論詩把 這個阿賴耶誓 因為地論詩 有這個阿賴耶講解釋 有解的意思 因為當時地論詩 有兩派 有關於阿賴耶誓就是 就牽涉到這個 這個阿賴耶誓 講那個 就是我們 真的要討論這個地論詩 因為地論詩的阿賴耶誓是解 解釋的解 另外 另外想到那個 柏爾法門是阿賴羅式 是無垢式 是 我們社論詩 因為阿賴羅式是無垢式 沒有錯 那無垢式到底是指的是什麼 阿賴羅式的解釋的解釋的解釋 第一位還有這個 講那個 有適中 第一個是講那個 這兩個 一個兩個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地論還有社論 這個地論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法 就是哪一個 按照我來講是 我們講那個 這個 在依他的部分來講 五運十二路十八戒 到底是牽涉到哪一個實體 所以這個講到這個實體 它是屬於真地 真地的部分來講 按照 按照 有時講 因為有時講聖意地 有時講真地 這個講 牽涉的是十項般若 另外是牽涉到阿賴耶式 牽涉到阿賴羅式 對於這個四個 按照那個 我們就這樣把它 再把它指涉 再把它 再做分心 除了約靜 除了約靜就是 按照我來講 就是講那個 因為地理 真地理是屬於對象 所以靜 如果實相般若 因為我們的般若分為文字般若 實相般若 觀照般若 觀照般若比較屬於能觀性 所以實相般若比較屬於實相無微的部分 所以它比較屬於所遠近 另外兩個比較屬於阿賴耶式 因為實地論翻譯成阿賴耶式 在我們的偉士論 偉士的用是阿賴耶式 因為偉士的阿賴耶式跟地論師的阿賴耶式 我們兩個有點不同 因為是講那個實地論 就是地論師的阿賴耶式 它有這個解 有解的意思 它就是有無肉制的意涵 因為它有解 讓我們的偉士的阿賴耶式 沒有無肉的意思 完全是有肉 雜欄 所以兩個它有點不同 也都是講第八字 但是地論師的第八字 阿賴耶式 有這個無肉制 因為它有解 我們所說的解的功能 讓我們的偉士的阿賴耶式 沒有解 它是一種那個宅 不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阿賴耶 阿賴耶式是講宅是 宅是執著的意思 這兩個不同 所以前二是比較屬於所緣盡 後二比較屬於能緣盡 所以這兩個叫兩種不同 而同操四句 同操四句的意思就講那個 這個同 在我們十一月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先講這個說對於菩薩阿彌陀佛的到底是牽涉到哪一個 就是我們五運十二路十八戒 以它的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真實 主體到底是什麼 主體到底是什麼 所以先講這個當時有四種 對於這個不二法門真正牽涉到一個體 四體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是屬於真理 這個真理按照我講是什麼真理 按照我講空的那種真理 按照我比較講 因為這個空有 按照比較 因為按照有比較講屬地 假地 那個油比較講 空比較講真理 所以真理比較講的是空 那那個菩薩阿彌陀佛的部分來講 這個是講從三菩阿彌陀佛法門 是講無微的真地理 十相式生地理 它比較屬於無微真爐的部分 後兩個比較講那個 就是講阿賴耶 講阿彌陀佛法門 阿彌陀佛法門 還有這阿摩羅勢 講新的部分 阿摩羅勢是講我們第八世 在佛街的這個時刻 它是無構世 對於這個部分來講 為什麼會他們認為 在博爾法門所牽涉的主體 一個是在能源心 一個是所關禁 還認為都是超視句 同超視句是講真定空 從空的來講是一切法空 超視句 講無微的禮鐵 它本身也是從這點來講 也是講超視句 阿里耶的部分來講 阿里耶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我們的地論是認為是無構思 它有牽涉到它是有解 它就牽涉到無肉的字 所以從無肉字來講 按照我的想法 來講它也是超有肉的視句 那否定無構思 既然視句是有肉 當然從這邊來講也是超視句 所以這樣子講這個 從它用這個例子來講 是釋迦掩釋於摩絕 釋迦掩釋於摩絕 就是講我們釋迦美佛 剛成道的時候 因為指導這個所謂的 守務的不可言說 很難用無言說來講 所以按照這個所謂的 按照這個所謂的 他不出門 所以講這 閉著 就關在我的方丈式 所以幾乎不說法 就講莫然的意思 完全不說法 而且幾乎就想要 就是我們所謂的 剛剛要露滅了 意思 到時候我們的天主 天地師趕快把他腳拉住了 不讓他走 敬明渡口 敬明渡口 就是這邊 我們在路伯爾法門廳裡面 敬明去莫然的意思 師傑禮為神域 禮為神域就是講到誰的 不管著重在能源事 或是所觀禁 都是屬於 因為禮是所觀禁 這個神是講心 所以講到這個 這個無為禮 都能被這個神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志 所這個 禮就是講那個 架設的非常好的意思 就是講妙用的意思 這個故口以之而莫 就是講那個莫然 啟業無便就是這樣 啟業無便就是這樣來講 都可以清楚 到底波爾法門指涉的是哪一個視體 這樣知道之後 才為什麼講哪一個是誰不能演 不能演就是 視句皆是 因為有視句就完全是講妄說 於視句 所以這樣來講 我們後面完全是我們 即障法是做的討論 對於這種視說 所以總問視說就是在進行 再做一個討論 那別開視師們就是他 按照我們所說的這個 在做這個詩 詩類句型來再做說明 也是在想要討論 那總問視句的部分來講 這個講那個 因為都一般來講是認為這個 這個理體不可言 就是關於這個理不可言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做一個提問 這個理不可言 這個理不可言 到底是這個理不能言說 這不能言說是 完全不能說 所以講到 到底這個理不可言 到底有沒有 關於這個理不可言 到底是有不可言的這個理 還是沒有這個不可言的這個理 因為理不可言說 按照來講是 如果你這樣講 變成說這個理完全不能說 完全不能說就是 有些東西 這個理 其實我們自己 比如說龜毛兔角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既然沒有這個東西 拿來去說 變成說 不可說之理 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他本身就是沒有 既然沒有怎麼去說 所以理不可說 另外是 有一個不可說的理 到底是哪一種 所以他問這個理不可 對於理不可說 到底是 我們理解這個理不可說 你到底是理解到什麼樣子的 我們所說的一個 你如何理解這個意思 他的意思 如果第一個 如果說有這個不可言說的理 那還是屬於有 他還是屬於有 不可言說的這個理 既然有 有們怎麼可能 還是屬於有據 既然有在有據的這個 因為他還是有們 有不可說的這個理 那怎麼說為絕世 因為他還是屬於有據 如果在完全沒有不可說的這個理 就完全不可說的理 就完全不可說的理就是 比如這個龜毛 本來就是不 他的本來就是乌 因為他 我們理解這個龜毛兔角 知道他無 完全沒有 因為他完全沒有 所以說為不可說 不可言說 所以按照我講 如果是完全沒有這個 不可言說這個理的話 那志無所惠 所以這是講到我們的 我們的無露智怎麼去圓到這個龜毛兔角 因為他不可能去圓這個龜毛兔角 因為他完全沒有 好 凡不可革 這個 凡不可革就是講我們反覆不理解 這個聖和尤城 所以講到誰 因為他完全沒有這個 這樣子不可言說這個理 那反覆也沒辦法理解 既然反覆不能理解 我們這個聖的 因為沒辦法去圓到他 既然沒辦法去圓到他 怎麼去成就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不可言說這個理 所以極意論壞 極意論壞就是 如果用這個站在有的角度 站在沒有這個角度 去思維他 這都不成立 所以是講這個 論壞就是不成立 二門之內 二門之內就是講那個 如果按照來講是比較屬於這個 因為比較站在有一個不可言說之理 所以比較還是站在有不可言說之理 如果你還是站在有不可言說之理 如果你站在不可言說之理 你講為什麼是站在不可言說之理 就是要解釋這個理不可說 為什麼說不可言 不可言 就是不可說他有跟有這個理 或不可說他沒有這個理 就再度解釋這個意思 這個不可說的意思就是不可說這個有 或是不可說我 那後面就講到那個 那個極上法師又會再度的來討論這個 他後面所說的這個不可說是對於這個理 不可說他有 也不可能說他有 他無 所以不可說 所以這個不可說是不可說他有 不可說他無 這樣來說這個不可說之理 這樣來講 那個極上法師就認為這樣來講 跟這個極子部有什麼不同 因為極子部也是 他的這個 因為極子部有立這個五臟 這個五臟就是講不可說臟 因為他成立有一個不可說臟 既然不可說臟 極子部是被我們大聲所破 為什麼我們這邊就不能破 不被破 因為極子部有立這個不可說臟 我們大聲認為他是非真實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讲 如果真不可说 因为他立真谛不可说 变成说俗弟有说 所以他从这样推理来讲 变成说有言之俗 俗弟有说 变成说有言之俗 有言之俗弟不可无言 不能说默然 因为无言是默然 这有言之俗一定要说 这个谁的 真谛完全不能说 既然真谛完全不可说 就是无说之真 不可让他说 无说之真不可另说 所以变成一个是俗一个是真 两个都完全不同 两个完全不同的 因为真完全不能说 世俗完全可以说 两个完全不同 两个完全不同都还是二 既然有这个二 怎么会说不二 这个是我们学上的反驳 另外他这个旧 这个在补充这个谁的 这也是补充这个 他这补充这个 不可说 理不可说 他有这个变成说 有真俗的不同 对于真俗的不同来讲 他怎么样子在不就他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说 并没有了解他的真俗 这个真谛不可说 他俗地不可说 并没有完全了解 他这方的说法 所以才会提出这样子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提出这种说法 这个金明俗 所以是讲到谁的 俗虽然可说 基这个真不可说 这个就是很难去理解 他这个祝福 这个就是要对 有些人讲 行住作我皆是真如 即是佛性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 行住作我即是佛性 佛性之用 比如有时候讲到 不是心经里面讲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因为他非常难了解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所以变成讲到 俗可说 他本 俗是相 真是体 不是真是性 性不可说 他会有这种 到最后一讲 俗是相 真是性 这个随便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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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行住作我皆佛性 这种说法 所以才会有这种说 身虽不可说 但属就是 即属可说 就是讲到我们的 这个佛性看不到 但是可以从作用来 来显示它 这个 这个行住作我可以显示 这个佛性的 性体 是为什么 这个讲 变成这个 真即属 属即正 是有相及的意思 既然有相及 就是讲不二 这个是诚实论的 这个说法 对于这个相及的部分来讲 这个开始要 我们学乡法师的 又提出这个 这种相及说 俗即是真 真即是属 所以他问这个 到底俗即是真 真即是属 到底是同体还是义体 这个真俗 到底同体还是义体 一体就同体 二就是一体 不同的体系 如果是同体的话 应该真属附同 因为它是同体 真属附同是从 如果是从这个 书籍真的话 是书籍是真地的话 有时候行处说我决是真如 变成我们众生的行处说我都是佛性 那都是无漏 那我们众生就是佛 那我们干嘛要修行 所以变成 所以是讲到这个谁的 如果是讲书籍真 就是讲真是佛性 真如 真如本身是绝 还是绝是绝 变成俗也是绝 所以变成说我们众生的行处说我都是佛 那干嘛要修行 如果是从这个 真即是俗 因为它是相同 所以从这个 真变成就是作为俗来看 俗言变成我们世俗的元素 那真地也变成元素 因为世俗是属 按照我讲是 世俗可以元素 变成真地也是同样都是可以用元素 若真觉 俗不觉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若真觉 那个俗不觉 极数不极于真 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 按照来讲比较属于真 一般都比较属于真觉 俗不觉 这变成来讲是 俗应该不完全等于真 这个是按照来讲是从这边来讲 如果真觉 就是真如离体的这个觉 应该不能完全等于世俗的这个觉 应该俗按照 世俗根本不可能有觉 另外是讲到那个 这个是按照来讲 一我们这个 因为讲 圣意地跟世俗地 如果是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从这边来讲 俗颜 就是世俗颜说 世俗可用颜说 因为世俗比较属于颜说 按照来讲 那个真是比较绝缘的 不可颜说 应该这个是来讲 按照正常来讲 正式来讲 应该是俗地可以颜说 真地不可以颜说 是不是讲到谁的 这个真 是不等同于俗地 二难负真则进退皆屈 这应该要讲到 这个比较属于这个同体 这应该是属于议体 所以这边应该是属于议体 因为议才会有真觉 数不觉 所以用这个二难 二难就是这个一体 跟这个二体 来富强来我所说的这个 我所说的 真就是问 问难 这进退皆屈 进退皆屈是 你要把他讲真属一体 没办法进到一体 你要用到这个谁 退到两个不同体 一体 这个讲一个是进 一体是假进 退到二 都不成立 趋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都 按照一讲是不正 是一体一怀 一体一怀就是从这边来讲 你要真属同体 是这个一理是不成立 如果是真属一体也不成立 因为真属一体就是不相及 所以一体也不成 所以这是 师奶二入必穷 二入是 从一体来讲也不成立 从一体也不成立 所以词礼俱上 词礼俱上就是讲 这个 从 因为词是讲言言说 从这个世俗来讲 也不成立 从这个真理的这个部分来讲 也都不成立 以此详之 真属不立 所以从这样来讲 这样来做一个总则 因为你这样子讲 变成真也不成立 书也不成立 你所建立的这个真属二地 都不成立 变成所有的 你所说的这些法律 完全不成立 一切一本就是 就是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对这个不二 就是讲到那个 从这个真 就是讲这个真属 到底 因为他所说的 书即真 真即书的话 这两个到底同体 还是不同体 如果执着在同体 也不成立 执着在完全不同 也不成立 所以对这个真属二地 完全不了解 解释不正确的话 所有的法都全部不成立 这个是 因为对这个 真属二地 到底相及不相及 依照我们的这个 波瑞 中观立场 还是 哪时候相及 哪时候不相及 你要了解 因为他 他有时候是相及 有时候不相及 你要如实地了解 不能说完全相及 完全不相及 那后面就是要讨论这个 做这个十种 这个词别开识门 来说明这个得识 就是他后面来讨论 做这个十种句型的讨论 就有关于这个 离世句 离体离世句 义讲 义讲 义讲就是 义讲就是我们议题的 在这个议题 我们讲 义离上的 按照一样有成就者 都有这个说法 这个道超识句 所以自身于冲末 所以自身于冲末就是 如果你讲道超视剧 如果说你不如实了解 这个里面的内涵的话 你认为说这个真理完全是末然 冲末是讲末然 所以就是讲绝世 因为道超视剧 如果你把他解释个绝世的话 就是要做一个 想哪一种绝世才是正确的 因为绝世不是完全不能言说 也会指出这个问题 因为按照而讲绝世是我们 我们按照而讲是取有 取有剧取无剧 按照而讲是有能取跟所取 所以才会讲这个离世剧 因为我们众生不外是取这个 一切取这个肯定剧 比如说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比较 执取这个我是什么 有些比较执取我不是什么 有些是执取是 我一下是这个 一下不是那个 有些是执取 我在这个时候不是这个 在那个时候又不是 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 所以所有的众生不外是 离不开这个世剧 所以按照而讲是因为 按照而讲为什么要说绝世 就是我们众生直取的问题 所以这个在讨论这个绝世剧 真正的绝世剧到底是怎么说 所以有关于绝世剧 按照而讲就是不外这个世 世主 第一个是 所以为什么讲那个绝世 说绝世就是针对 对峙这个世主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人 只有 只有比较我们这些众生 因为我们众生比较 只是在乎存在 看到 看得到的东西比较执着 没有错 我们要有时间 几乎要有时间 时间 按照而讲就是 只是说我们看到 看得到的东西 伏罗纳纪吾 纪吾比较属于 有些的纪吾是讲无因无果 因为只有比较讲的世俗地 纪吾有时候是讲无因无果 另外是讲亦有亦无 纪吾比较随于 讲那个 之所以没有看到的东西 因为吾比较随于 我不是什么的这个吾 因为有是我是什么 这个吾是讲我不是什么 再按照而这个第三种是 亦有亦无 就是讲我在这个时候是有 我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是我不是什么 另外是讲那个 常爪反制 因为常爪反制比较属于 所以这个按照而讲是凡舍有力 绝完全不正确 这个常爪反制是舍利佛的舅舅 因为他认为他立一个箭 凡有舍利就不正确 皆可破 所以是讲的所以他认为 凡有舍利是利什么 利有见跟利无见 亦有亦无也是都是利 所以他成立 如果你利有见就是 这就是不正 皆可破 看不到的 完全是我不是什么 都只可以破 凡所有利都只可破 这落尔者就是讲那个 结账法师所说的 不离开这个世门 世俱 如果你还是站在这个有 具无具 还有一有一无具 还有非有非无具 这都是属于戏论 完全都是离不开这个世门 你离不开世门当然没有绝世 因为你还是有这些执着 所以不可能有无耳之道 另外是讲到那个 那个 佛灭度后 五百论诗 这个是佛灭度后 这个不派佛教出现 所以也 都离不开这个世去 为什么离不开世去 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不派佛教根本没有不二 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不二的这些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理论 比如说他提出这个殊子部 据我法名为勇 因为殊子部建立我 我跟法 因为他还有我 我还有这个 运触界的一些法 都是属于有见 方法比较属于无我 无法 名为无见 薩伯多是 无我有法 是属于亦有亦无 喝礼就是我们诚实论 诚实论是 有我 诚实论是讲那个 属地有我法 故非无 生地无法 无我 无法故非非有 这是诚实论的说法 因为方广 如果你讲这个一切法空 如果你如果不了解 真正的方广会认为 是空无见 一道就讲那个 因为方广是属于 按照来讲比较属于剥裂大圣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不认为不真正的了解 一切法空 这个空意会落入到完全 这个无见是断灭无 因为完全没有 对于无 因为我们波瑞是讲 我空跟法空 所以无我无法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 无我无法的部分来讲 就变成这个断灭的空无 真正的无我无法是 对我不知取 离我 对于 因为我们众生看到的现象 都是属于 使用 要离开这个使用 不执着法的使用 这样才叫做无我无法 所以才不会落入到这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大圣的是讲 二空 就是你能够真正的证悟二空 会有这个所谓的 会有波瑞 会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实相波瑞 还有方便 方便般若 会有方便质 所以不可能完全无 所以为什么 想那个方寡 不如实了解 一切法公会落入到这个 断面无 薩伯多 薩伯多是受一切有不 薩伯多比较属于这个 因为薩伯多比较属于 身闻圣 身闻圣比较属于 空调我 但还有运触戒 因为他还要正涅槃 涅槃这个法 是有法 薩伯多 无我有法 所以讲一有一无 这个喝 所以喝这个诚实论 柯里是做诚实论的论诗 所以这种说法很 跟大圣波瑞很相似 淑地有我法故非无 尊地无我法故非有 按照我们的大圣来讲是 淑地 按照的是假明我跟法 假明 淑地 淑地 按照来讲是 那个 淑地是假 那个 非 按照来讲 非我 非 非我 非法 这个是 这样来讲 才是 按照来讲是 讲 真有 以真地来讲是 按照来讲是 无我跟无法 就是讲二空 二空所显真如 所以 这个讲 那个 大圣的 淑地来讲 是讲 那个 假有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还是 离不开这个诗句 既然离不开诗句 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诀 这个讲那个诀式 这个不二之道是完全 就是他为什么可以离开这个 诗句的这个 我们讲那个落入众生的诗句 因为诗句都是讲执着 这个执着 是不入真实道 所以 所以 既无不二之道 就无有二 那无有二 就是 如果 你 不了解的话 就是 这个诗礼跟教法都会 到最后都没办法真实的理解 讲 礼教祭司 那个 有关于 诗子部 那个 诗 有人 还有法 赛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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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三四四有 那个 方广是大圣精明 也学大圣从法为命 这是有关于 那个 对这个是 因为我们举的是 书子部 还有 还有 薩伯洛 还有方广 还有 举那个 诚实论 对于 有些人对他的说法不同 就要 适中欲说 就对于 适中不同的说法 因为 吉尚法师的说法是这样子 鼠子部 吉 有人 法印 薩伯洛 之三四四有 这个 按照 我讲 薩伯洛 是说一切有部 所以 说一切有部 来讲 所以按照 讲 那个 就是我们在 我们 这要查一下 因为 对于这个三四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大圣的说法 按照 一想 是过 未 现在 是有 所以 对于这个三四 到底有没有 神文是比较成立 三四四有 有过去 有 有 有 现在 有 未来 方广 按照 而讲 比较 属于大圣 从法为名就是讲到 因为他 这个大圣属于 姬方 一方正 广 广是讲 那个 大圣的 按照 广演是大的 也是广面 因为大圣有 因为方是讲正 这个广是讲大 无尽无尽的意思 所以讲大圣经 另外也 也讲了那个 那个 薩婆多 不得法空 既这个有 有成有事 这还是讲那个 说一切有不 因为薩婆多是说一切有不 不得法空 因为 身文圣 比较随 按照来讲 愿处皆皆有 就是没有我 对于这个 因为 身文圣还是都是有成有事 因为有 有境界 有 有 有六成 这个有色圣相位触发 有事就是有六事 这个是 身文圣都比较属于这个 方往道人 既邪无之义 方往道人是讲到那个 如果对方往不了解 会落入到这个 一切法空的 这个完全是空无 完全是空无就是 无事无尘 因为一切法空 认为他完全没有 另外是讲为事 这个为事之义 是讲为事无尽 就变成 如果你对为事无尽不了解的话 就会变成 无尘有事 因为为事无尽 如果只有事没有尽 没有这个 这个色圣相位触发 所以这个不管 因为是这个事中 就是前面的事中 有些的事中是讲这个 按下来讲这个 撒泊多 一个 两个 有些事中是 把这个为事也拉进来 应该是要讲到那个 因为是撒泊 还是迪布甲 俗子撒泊多 方广跟为事 那后面有关于这个 那个 就是 为事的部分 为什么会被施责 为什么会被为施责 我们还是来 我们下节课再讨论 因为前三书比较好理解 为什么大圣的为事 会被 这边被施责 我们下节课再做讨论 点赞 不要 我 嗯 嗯 嗯